我觉得现在整个G7的国家对中国的回应 实际上都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或者是他们在心理上都是有点畏惧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欧洲主要的经济体 特别是德国跟法国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看重中国的市场 或者是尤其是德国有大量的企业或者是公司 在中国获取巨大的利益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一致都是小心谨慎 生怕就是得罪中国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要单独靠这一次G7的峰会 来解决经济胁迫的问题 或者是来解决产业量的转移的问题 我觉得难度是非常之大 而且现在连公开的讨论的话题 都会回避中国这个字眼 所以说这给了中国的官方 有更多的勇气来实施所谓的经济胁迫 包括前不久我们看到 是不是德国总理先访问中国之后 法国的总理就非常着急 所以说后来在中国去访问出访的时候 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 回去之后也遭到媒体集中的这样的轰炸 所以说导致它也是很难堪的 但是我们从某种层面上来看 中国现在的经济胁迫也好 或者是这种政治打压也好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效果的 尤其是对西方的 我们讲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它因为选民 它必须要把经济搞上去 但是现在中国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非常扮演重要角色的这么一个国家 特别是制造业 世界工厂 这个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 一下子要跟中国经济完全的脱钩 或者是要把产业链 进行了一个所谓的转移 实际上这个道路是很漫长的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除非像在台海之间出现了重大变故 那就可能迫使西方国家 那就会统一的或者是一致的 来选择一个立场 否则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指望一场机器会议 能够改变现在这种所谓的游戏规则 我觉得还是有点为时过早 我个人持一种悲观的观点